他養蜂的夥伴們在 彩蜜的時候 因為鄉下的務農生活比較單純 所以那時候就是 嫌不下來想說利用空檔時間做一些消遣娛樂 那所以因為那時候剛好臉書比較流行 所以我想說 如果我的一些生活或者是一些日記 可以幫忙家裡小番茄銷售的話 好像還不錯 因為現在大家普遍還是用手機拍攝 或者是作為設備的這個實用率比較高 所以也會用手機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用手機可以 可能拍出 可能如何構圖 如何抓那個神韵 或者是動作姿態 就是說利用手機的已經很好的這個功能 可以讓我們看到的東西 透過我們的手機可以拍得更好 回到家鄉實際務農這幾年 謊民議體認到農民在社會上的弱勢 因此他藉由拍攝 想讓大家看到傳統產業職人的面貌 我回去 開始生活在農村的時候 我發覺其實身邊有很多 以前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 透過我們的影像 或者是一些文字 可以讓更多人了解 原來台灣有這麼多不同 或者是很有特色的一些產業 或是人物 這一幅其實就是我剛有提到 我回到鄉下是幾年前 那因為工作空檔都會去 可能去舖子買東西 那就會開車 那經過有一些農田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在工作的畫面蠻漂亮的 好像這個就是有點日落 所以有就是比較漂亮的黃色的光線 那剛好我隔壁的 我某個朋友的阿公 他剛好在就是採收西瓜 這個師父他也是得到公益之家的 頭銜的一個老師 然後他就是那天剛好他在吹玻璃 那玻璃的溫度非常高 可能上千度 所以他其實他眼睛都一直要接觸那個強光 所以他們的眼睛其實都會有直接傷害 另外11月6日至隔年1月31日 藝文中心舉辦黃明義攝影展 12月5日舉辦攝影展獎座 我幾年前有一本書 《圖解老行業與職人魂》 這一次的很多作品 是來自於這本書的這些 全台灣各地的這些職人 那另外也有一些可能 我過去這七八年五六年來的一些 作品的一些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我把它就是把它展出 在講座中 黃明義也會導覽解說作品 讓觀眾更了解職人們的工作細節 不論是對攝影有興趣 或想了解傳統產業的學生 都不妨參與這一系列的活動 中正一報 六元真 林文真 嘉義報導 ここ也訪留可 好 我正iens 這次非常非常非常多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